一说到我国的历史古城,大多数人想到的,都会是西安、洛阳等,然而下面要说的这座古城,在古代尤其是明朝的时候,绝对是非常有名的,而它就是凤阳。 凤阳,古称中离,豪州,除州市下辖县,位于淮河中游南岸,凤阳县东西长74.64千米,南北宽49.6千米,总面积1949.5平方千米,总人口为67.4万,县人民政府驻府城镇,西华路人民广场,凤阳县辖14个镇,一个乡。 凤阳是安徽省级历史文化名城,古有帝王之乡,明皇故里之名,今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谕,是改革之乡。 古今故事众说纷纭,历史文化底蕴厚重。 朱元璋登基第二年,在凤阳营造了中国第一都城,大明中都皇城,成为后来南京,北京故宫的蓝本。 凤阳是全国较有名的历史文化名城,有举世闻名的明中都皇城和明皇陵。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乡,是八仙之一的蓝彩河的成仙之地,是庄子与惠子豪梁关于之地,也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。 自1991年以来,先后建成并开放了九山洞、禅窟寺、龙兴寺、明中都皇故城、蜗牛湖,和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、小港村等八个旅游景点,形成了北人文、南自然旅游格局。 凤阳民间文化也深受人们喜爱,凤画工艺独特、色彩丰富、寓意深刻,不仅是上乘的民间文化艺术作品,更是亏赠亲朋好友的珍贵礼品。 一流的明中都皇城故城及其附属建筑、明皇陵、古楼、大龙兴寺、禅窟寺等大量遗址、遗迹,被列为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明中都皇城故城遗址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